面对某一个挫败 你做出了一个充满恐惧的预测 如果这个想法不断不断的循环播放 在我们的脑子里不断的一再的重复出现 我们人呢就会有一个倾向 我们就会刻意的去寻找一些证据 来证明我自己的想法 然后最终呢 你就真的达成了你内在 他想要证明的这个结果 其实没有希望代表的就是 我们失去了想象 弹性跟选择的可能性 但其实真的别无选择吗 在那个当下 我们可能可以有好多的选项 是我们没有看见的 在任何痛苦的时刻 请你硬逼自己想出三个选择 你就会发现原来 它是有一点弹性的 当你对未来有了一些想象以后 你就比较有韧性 能够去面对现在的一个风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